接着上一课讲,我们今天探讨一下水生木 水生木时,看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去探讨它,就非常有趣 我们讲人体当中肾对应水的五行 肝对应木的五行 肾水来生肝木 保持这样一种生的状态,它才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水生木这样一种状态出了问题 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水不能生木,木就产生一种干枯的状态 干枯就是影响到肝脏的肝木,肝脏的功能出了问题 木干枯之后就容易产生肝火 我们经常听中医的一句话就讲,叫肝火旺 那么中医治疗肝火旺一方面 就是说是通过降火的方式清热解毒 这样一种方式来清干火 另一种方式,它必然要来补肾水 如果你肾水不足,你这样的火再狠 它还是制不了本 所以讲制本,就是如果你从肝木来要想制肝功能的话 那么它必然要把肾功能补上来 所以叫肝肾同源 肝肾同源就是这个道理 肝肾同源 一个人的肝火旺就会产生哪些症状呢 我们之前讲过肝木,木它是一种什么的属性呢 木它有疏散的功能,它有净化的功能 肝主疏散,木主疏散 木有疏散才能把空气当中的毒气疏散开 才能吸收氧化碳排出优良的氧气 所以木具有疏散、疏散、净化的这样一个作用 防止瘀结 那么肝在人体当中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肝火旺了之后 肝脏的疏散、疏散的功能就受到了影响 它必然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比如说是人体就会产生一些瘀结 结结,轻者结结,重者就会产生一些肿块、肿瘤 肿块和肿瘤它就是聚集在一起 不能打通,不能疏散开 就是肝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这是说肝火旺对人体产生的一种影响 肝火旺我们不应该单纯地用氢热解毒的药 同时还应该补肾水 水足了之后自然它的肝功能会恢复正常 这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思路 也是一种治本的方法 这是今天讲的水生木 它的一种形象的解释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加深这个印象 好,谢谢大家